好,說到天氣真的很熱 不少人喜歡躲在這個冷氣房裡面 舒服又很享受 只是夏季的電價從6月1號開跑 開冷氣就怕電費暴增 現在就有達人教你開冷氣的小撇步 如何有感的降溫 又能夠不傷荷包 在外面只要待一下 瞬間就快要融化 只想衝回家 打開冷氣 看到葉片落下 就像是看見天堂 只現在夏季店家一掌 冷風在吹 鈔票也在飛 年夏日外頭動不動就三四十度 回家就想開冷氣 但是你知道冷氣的最適合溫度是幾度嗎 要舒適又要審荷包 打人告訴你 開冷氣就維持在26到28度 不過當然手要功夫 電風扇先吹落去 讓室內溫度先降下去 只現在還有一件 睡覺的時候我們按舒眠 那我們因為身體隨著我們睡著了 體溫會下降 那它的溫度上升一度 我們就可以省6%的電費 看看你的冷氣 遙控器 睡眠鍵按下去 書眠模式讓你在入睡後 溫度上調一到兩度 不僅半夜不會冷到 皮皮擦 每上升一度也能省下 百分之六的電 但很多人想快速激動 錯誤按下除濕鍵 雖然冷的快耗電量 卻高出兩倍 或是定期清洗濾網 提高冷氣循環效率 但如果要長時間使用 無痛升級變平冷氣 節能省電又省錢 像是特立屋就祭出 日系品牌指定機種 85折或限折3000 台灣本土品牌 則是滿5000 最高折500 到人發油指定空調 滿5000 限折500元 折扣無上限 還加碼送風扇 稻散昆 則是日系品牌 最高省12000 韓國製的最高 送你2500吉祥券 國產品牌 則是打九折 抗漲減便宜 使用對冷氣 不再對炎熱天氣 大發脾氣 記者 柳元如薛雪花 台北草報道